它這個肉 這是整條的耶 牛肉 超嫩的 好好吃喔 又Q 然後舀下去有一點點脆 很好吃 為什麼要吃這間牛肉麵啊 因為它的招牌寫說 本店採用蘋果啊 牛骨啊 蔬菜啊 熬的湯 然後鮮甜又清爽 所以是很健康的意思嗎 就來吃吃看啊 就這間嗎 好 來大溪不吃豆干吃牛肉麵 好 標榜健康食材 我們來試吃看看 牛嘴邊肉 牛嘴邊肉 喔 超嫩 很Q 牛嘴邊肉 點的是藥膳 然後它的湯頭很輕 很輕 很輕爽 很輕爽 而且重點是它的蛋 搓下去 喔 水波蛋耶 很輕盾 好輕喔 整條 整條的肉 整條的 咬下去很Q 牛油的醬 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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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蘸一蘸 喔 加了牛油 特別的香 有點辣 很辣 很辣 超辣的 看 牆壁上面寫的麻辣色 麻辣香色味醇美 超辣 太辣了 喜歡吃辣的 這個 要慢慢的夾 太辣了 我超喜歡他們這種麵 刀削麵 刀削麵 刀削 刀削的那種味道 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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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食 肉丸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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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們去吃那個 劉山東牛肉麵 對 在台北 對 那一間也非常好吃 這一間也超好吃 如果是住桃園的人 這一間 推進 看一下 大西老 要帶我去哪 找看看 網美店 OK 他要帶我去網美店 好嗎 打得到 好嗎 太辣了 就在這間 好嗎 一家 早午餐 花生 早午餐 就是聽說好像蠻有名的 我們也沒吃過 點了一個 花生金磚 因為旁邊這位先生說他想要吃甜的 很酷欸 花生醬加豆干 花生醬 花生醬加豆干 其實就是要給 大溪一點點創 我們來到大溪就是吃豆干 我們吃這個花生醬加豆干 這家店蠻漂亮的 老宅改建 你看他的柱子 他的屋頂 都是那種梁柱而已 沒有特別的修飾 蠻通風的 背後那個牆 蠻漂亮的 還有這邊 的 有怪我 應該是 那種梁柱 怎麼快這樣 喔 起司喔 不知道是起司還是什麼東西 感覺很厲害耶 喔 好像是起司耶 對 是起司 好 就是這樣 它的麵包很爽的 超級餓的 看起來超好吃的 看起來超好吃的 剖麵 超好吃的 它裡面這個好像麻糬 又很像起司耶 就這個 然後 花生醬豆干 吃吃看 豆干 看到嗎 花生醬豆干 很香 如果一定要吃花生 很愛花生醬 我真的推薦可以來這邊吃 超鬆軟的 咬下去是很像咬棉花糖 很軟 好啦 我們剛剛吃完了 花生早午餐 花生 就沒有想要再逛大溪老街了 哈哈哈哈 臨時改變主意要去大溪花海 Let's go